请问佛经中是否有吸烟的 虽有念佛松金咒的功德 纵金不戒 以不生 微弱戒指徐之效果 平时吸烟为气所熏染 临终顶门必射 不能往生 反随烟气堕入地狱的说法 这个戒经里面没有戒吸烟 所以出家法师吸烟的也不少 戒条里面虽然没有 可是精神里头有 所以讲三居进戒嘛 略一戒里头没有 略是有文字有条文里没有 但是 除这个之外 有摄善发解 那么这吸烟善不善呢 是不是这种好事情 对于我们的身心有没有利益 我们知道吸烟地狱不是好事情 那你就应该要戒掉 那么还有一条叫利益众生戒 戒律里头没有写的 这个死刑对社会对众生有好处的 我们应该要做 那么吸烟对众生有没有好处 这大家都知道 没有好处啊 对不吸烟的人说 你一吐出的烟味 它闻起来的时候 对它有伤害 所以于字于它都不利 那你要何必吸烟 尤其吸烟 也是浪费财物 一个人吸一辈子烟 每天抽几包烟 你想想看 他那个钱要累积下来 可以盖好几栋大楼啊 那个大楼就是吹掉了 烟消云散了 这也是一种浪费 那怎么能对得起家人 怎么能对得起儿孙 那所以从这些 这些方方面面去看呢 这个烟应该要戒掉 烟酒都不是好东西 酒戒条里头有 烟没有 所以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 S patience 你让我说 你好 既然你 些人 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